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快走 快走 夫人 爹 爹 爹 夫人 夫人 爹 爹 你怎么办 但是这个东西 快走 快走 快走啊 快走啊 爹 快走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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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撕好东西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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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站住 我 我 怎么了 吓死我了 等会儿 皇子又犯病了 我都陪了他一宿了 我走的时候 他不是已经缓过来了吗 山珍师傅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宫女 从这儿跑过去 我们再找她 宫女 宫女不是应该待在皇宫里吗 怎么会跑出来呢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昨天晚上给皇子看病 这是皇上赏赐的 我还没来得及看一眼 要不你过来看一下 不了 我们还要赶路 兄弟们 我们走 师父没事了 我们赶紧走吧 大人 那个宫女有消息吗 属下已经派了两路人马 分头去追 请大人放心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去找 师父 师父 回来了 回来了 师父怎么回来了 那么多赏赐 这一大事 老门 回头再说 回头再说 好 师父一路劳顿 先扶师父进去休息一下 对啊 外面风大 快扶师父进去吧 好 好 好 来 师父 来 慢点 慢点啊 来 来 来 快进来 快进来啊 来来 都抬进来 抬进来 抬进来 慢点 放哪儿啊 放这儿 放这儿 来来来 放到这里就行了 来来来来来 师兄啊 这里面有多少财宝啊 我哪知道啊 哎呀 当然是两个大象 都金银财宝啦 别动啊 要是让师父知道的话 他又要把我们骂一顿了 不会 师父已经休息了 再说 我们只是看看 又不拿走 那 那全收好了 只看不动啊 师父的东西 谁敢动 我敢动 你啊 来 打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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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师父福气真好 皇上赐一姑娘 只不过他怎么 拉拉塌塌的 要不要先洗一洗 再给师父呢 那 那你叫他呀 我 那我就来啦 你好 不用害怕 我们可都是好人哪 怎么怎么了 他跑了 你追啊 干嘛我追啊 当时是你追啊 你叫的他嘛 这 我 姑娘 你别躲了 出来吧 姑娘 姑娘 what a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在这儿行吗 忱子 忱子 回 quickly 慢点 慢点 准备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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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疼吗 你们干什么 很明显 这满山哪 全都被我放满了 这个捕兽的夹子 你要是跟我合作呢 下场很好 不跟我合作呢 那 你也看到了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就是你把采的这些 名贵的药材呀 还有二十头三七 全部都送到我的药铺里面去 你休想 那我就要看看 是你的骨头呀 还是我的棍子呀 兄弟们 给我上 你们看 谁 你 什么人 采药人 你一个采药人 还管管本少爷的闲事啊 我今天还骗就管定了 敢管本少爷的事 你知道我是谁吗 让你见识见识掩得厉害 知道这是什么吗 熊鹰展翅 要的翻山 黑 黑虎掏心 猴子掏头 少爷 对不起啊 上面 对不起啊 少爷 我不在 不在 不在 别累了 别累了 走啊 少爷 本少爷 没事吧 本少爷 回来的 相林姑娘 这回多亏了你啊 对啊 谢谢 各位无须多礼了 大家都是采药人 互相帮忙 互相照顾 那是应该的 我们大家一起动手 把那些捕兽夹 全都铲除掉 免得它再害人了 相林回来了 回来了 爹 娘 我回来了 采药累了吧 爹 我今天啊 在后山上又遇到隔壁村那个恶霸了 他又来欺负那些采药人 结果被我好好地教训了一顿 灵儿啊 爹不是说你 这么大姑娘 可不能随便跟人动手 这要是吃了亏个杂症啊 不会的 爹 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老欺负那些药农 再说了 我那身武功啊也不是白练的 赶紧洗洗手 回去歇会儿 嗯 师父啊 你的独门绝技 不是一针通三落吗 可有时你下针呢 离仁忠泳百会三学还很远哪 那不是要三针吗 而不是一针哪 你小子竟瞎打听 平时我就教你们要好好刻苦地练习基本功 你们竟想着走捷径 一针通三学是你用的吗 教了你敢用吗 不教就不教嘛 整天说什么时候不到 朕到用的时候又不会 那不就完蛋了 这要是青囊经在就好了 皇子就有救了 你是说华佗祖师的青囊经 师父 皇上还给了什么赏赐啊 没了 为你别说了大师兄 我想起来了 皇上要赐我个老婆 皇上的女人我哪敢随便要啊 我就赶紧跟皇上说啊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皇上就追问我心上人是谁 我这一着急就说了是香灵 你们猜皇上怎么说啊 怎么说 皇上说 那就赐给你吧 香灵姐哦 你 你们 梁公子 你这是 你们上次寄的那笔款子没忘啊 没忘 到年底 到年底就还 要不然 我把香灵给取回去 那笔借款就不用还了 你看行吗 是啊 不是说好了吗 宽限信日子再还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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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宽限多少日子 今儿这款子如果还不上 我就把香灵取回去做小 你别气人太甚了 欠你的我们一定还上 我们家香灵不做小 你请回吧 这恐怕由不得你吧 那就别怪我了 爹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呀 杨柳 杨柳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欠债还钱 你的父母既然还不起债 那我就把你们带走 你 你休想 这恐怕由不得你吧 你 李公公到 行啊你们 跟宫里派上关系了 这事没完 走 这是 你就是香灵吗 民女正是香灵 香灵皆旨 民女香灵皆旨 奉天成运 皇帝赵曰 民女香灵 喜药浓老贵皮之女 与神针堂掌门善针 交情慎堵 株莲碧合 特赐与二人 二人结为夫妻 择日完婚 望你二人 携手同心 造福万民 狭尔之闻 当体寓意 亲子 谢主隆恩 那就接旨吧 谢主隆恩 谢主隆恩 香灵啊 皇上已经定好了日子 皇上的赏赐呢 也很快就会到了 我要恭喜你啊 嫁给了神针堂掌门 这往后啊 就不用上山采药了 等着享清福吧 回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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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真的要跟县林姐成亲啊 难道师父不怕 会乱了辈分吗 为师其实为老不尊之人哪 这蛮亲事 为师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呀 所以师父就恭敬不如从命 师父 你是不是要让我觉得 你好委屈啊 为师实话告诉你吧 我因为替皇子治病 庆蒙皇上宠信 已经引起了朝中 不少大臣的侧母和嫉妒 为师担心 要是贸然向皇上提出退婚之情 反而会让那些 居心叵测之人大做文章 甚至给我扣上个 欺君之罪 到那时 我沈真堂难逃灭门之灾 可是厢林姐是师父的弟子 你们的年纪又差那么大一节 要是师父真的娶了她的话 你真的不怕百姓们笑话吗 只要沈真堂还在 能够继续造福百姓 老夫我愿意受千夫所指 万人所托 梁柳拜见司马大人 我与你父早已兄弟相称 不必拘离 大人 这里给你准备了一些 上等的身材 请笑纳 多谢梁兄 梁公子 我听说你今天受了一点委屈 活该 我梁家如此佳境 你正房还没去 竟然照一个药农女子为妾 你就不怕别人笑话吗 我就是要去湘林 湘林只要到了我们梁家 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知道 这帮药农们 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 否则每次只要一道 开采新药的时候 处处跟我们梁家作对 哄抬物价 以次充好 尤其是那个老桂皮 每次都是把那个最好的药 卖给别的药铺 糊弄我们 现在只要我把香灵 取了以后纳为小妾 那情形可就不一样了 梁兄 贵公子有如此的见识 前途无量啊 大人今日登门 一定有要事 前两天有个宫女 私自携带青囊经 逃出皇宫 青囊经 一个宫女要她何用 我听说这本医书 既可以教人救人 又可以教人伤人 又可以教人伤人 华托师父 对针灸 血脉的研究 的确令我们晚辈佩服 是的 医术本来就是可以救人 也能杀人 原来是这样 那你觉得 她会把青囊经交给谁呢 这本书啊 如果到了草春堂和神针堂 一定能派上用场 其他人拿着 只能是废纸 这青囊经神针堂最需要 我们梁府 就需要药材 梁公子 尽你所能找到这个宫女 抓到她 对你大有好处 大师兄 大师兄 你现在才煮 什么时候才能吃啊 饿死我了 别着急 一会儿就好了 师弟啊 你帮我看着点 我上当模仿 快去啊 是你 你是谁啊 大哥 大哥我求求你 求求我 我觉得 好 好烫啊 那这样吧 你先跟我去前院 我帮你治病 不行的 不行的 大哥 现在他们都在追我 这样我会连累你们的 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 好了好了 我不问了 那 那你先留下来吧 多谢大哥 我求求你 你一定 一定不要把我送到官府 不然我肯定会死的 放心 我半句话都不会说的 我是好人吗 他不是 你没看错就是他 原来他呢 正在被人追杀 我看他怪可怜的 所以呢 我就把他给留下来了 行了 救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 还有啊 我摸过他的额头 发现非常的烫 不如这样你先去弄一点药来 帮他治一治吧 等一下 知道了 没事了 我师兄也是好人 你放心吧 他不会乱说话的 谢谢 香菱姐 静儿在吗 我帮父师兄去火房了 火房 嗯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忙去吧 是 梁柳 香菱啊 你鬼鬼祟祟的 在神神堂干什么 你这还没过门呢 就替那老家伙看家护院啦 你 行了 没事 我就看看 你真好 是了 pare 仍神堂 是 ri 愿的 你 如果 好 攻附箭长 住手 梁柳竟敢在我神针堂撒野 还不快滚 要不然对你不客气 回见 行灵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怎么那么吵啊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在里面干吗呀 梁柳都闯进来了 你都不知道 梁柳来过 是啊 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怪怪的 谢谢你啊 香灵姐 不如呢 先到我屋里坐一下吧 香灵 师 师父 师父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要和你商量一下 我来得正好 你去哪儿 妈妈 我来得正好 我拿了个小鹿 我来得正好 你去找我 我来得正好 你去找我 我去找我 我去找你 别再让师父为难了 从今往后 相灵就是咱们的师娘 皇上赐婚 你我大喜之日在即 这些东西就当是我给你的 订婚之礼吧 师父 这修书 大喜之礼 大哥 喝了药有没有好一点 好多了 谢谢你 你不用谢我 我救得了你一时 救不了你一事 你在这儿也不是办法 今后有什么打算 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看你小小的年纪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是什么事惹得官府要抓你啊 好不好 我不问了 要不我找个人送你回家吧 你家住哪儿 我没有家 你没有家怎么可能 我真的没有家 我爹娘 都死了 你也怪可怜的 那好吧 你就留在这里 我不会送你去官府的 放心吧 谢谢 师弟啊 回唐湖去吧 师父有话要说 不是师父 要说取香灵吧 师父自有安排 我们还是听师父怎么说吧 走吧 徒儿们 你们跟为师这么多年 师父对你们如何呀 那还用说 咱们神真堂 就跟一家人似的 虽然二师弟 被赶出了神真堂 但师父 也时常挂念他 你们说是不是 是 是 静儿啊 你拍着良心说 师父对你怎么样 那还用说吗 你今天必须说 好 要我说啊 师父对我呢 就像亲爹一样 对我恩重如山 他不但教我做人 教我学医 还在生活上处处关心我 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 师父把什么都给了我 可是我呢 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师父 才好啊 嗯 徒儿们 为师不需要你们报答什么 我只希望 你们把医术学好 各位师兄 师弟 师弟 相邻从小 跟你们一起长大 照西相处 情同手足 我早就把神真堂 当成了自己的家 如今皇上赐婚 我想 大家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才是 师父恩德齐天 玄弧济世 那是天下百姓之福 也是我相邻的福 嗯 师弟 师弟 挖起来 这是谁啊 看样子是个生命狗 高生你给我定事 看来湘灵姐 是心甘情愿地和师父成亲 以后该怎么面对她呢 和师弟一样含她师母吗 我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你来干什么 我来找慎真师父 我就是想问一问 你们神真堂的徒弟 谁是怎么个待客之道 我们神真堂的待客之道 就是一道不欢迎的客人呢 我们要下逐客令 请 懒得跟你费舌头 赶紧别耽误我找慎真师父 让开 我不让开 你又能怎么样呢 欠揍是吧 来啊 谁把牵了 住手 师父 梁公子 梁公子 这般驾驶为何而来啊 善真师父有所不知啊 上次家父 特意让小植到你们神真堂 来为你请安 不料 被你们神真堂这所有的徒弟 各种刁难 让我实在难堪 今儿过了 讨个说法 有这种事 没有 师父 那日凉柳 鬼鬼祟祟 硬闯我们后院 所欲我们才 好了 走了 梁公子 这件事情我会问个水落石出 若我的徒弟真的唐突冒犯 老夫必定严惩不怠 可是草春堂与神真堂 乃杏坛同流 领尊与我更是戏出同门 倘若真有误会 也该何言参想 如此待人亲门探户 不怕洛人笑柄吗 叫你草春堂和我神真堂同视草哥 善真 善真师父 不用把这话说得这么堂儿荒吃 我草春堂和你神真堂 不想这人办哪个关系 免得以为我草春堂和你神真堂一样 是个罔顾礼教 悖逆伦常的银窝浪债 你住口 你再口出狂言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我要你马上在我们神真堂的牌匾之下 叩头认错 对 认错 认错 我们认错 我犯什么错了 他善真年语花甲 却垂颜香灵美色 明为师徒 却起济于燃指之心 为了填饱银欲 甚至寡连贤耻 强取香铃为妻 善真 他简直枉为人身 你 梁梁 不许你再侮辱善真师父 能与善真师父同届联礼 是我高攀了 我是心甘情愿嫁给善真师父的 江凌 我可知道 你和皇府密是青梅竹马 从小就心有所欺 如今你嫁给善真师父 莫非你们师徒二人 要共事一期啊 你们两个非识 胡思乱奈 不打斗 太过分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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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屋 快 当心点啊 你也看见了 梁柳为何要闹上门来 为何要羞辱师父 那梁柳一直就对神真堂心存怨恨 我们也三番四次说他们的药以次充好 而且来我们神真堂的病人 从来就不用他们草春堂的药 这些呢 都让草春堂用我们神真堂形同水火 难道就这些呀 师弟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 对了 要不是皇上赐婚的话 香菱姐 早就被梁柳带走抵债了 你既然知道 干吗还这样对师父 师父 我错了 师父 我真的错了 你错在哪儿了 我错在没替师父着想 没替香菱姐着想 没替神真堂着想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大师兄 静儿 我们一起跟随师父多年 师父的善德我们有目共睹 所以今后 我希望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维护师父 维护神真堂 不要让外人钻了空子 我知道了 另外 我还想跟你们说一件事 师父准备要进宫去面见皇上 要退掉赐婚的事 要退掉赐婚的事 师父 师父 如果您这个时候面见皇上退掉赐婚 恐皇上会蒙羞 这样对师父 对神真堂都会不利呀 大师就说得没错 如果 师父对相令没有意见的话 这件事就要抓紧办了 所以就要是 这样一来 皇上那边也有了交代 其次 梁柳那边也会有所收敛的 相令 委屈你了 师父 相令不委屈 静儿 大师兄 明天辛苦你们一趟 抬八人大叫到我家里去 要热闹一些 要让整个绘画像的百姓 都看到 都听到 我倒要看看 那个梁柳还能怎么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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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淫宰 我看你们哪里跑 大雄 宰了他 跑 更有点 二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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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鸟 二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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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谢谢大侠 谢谢大侠 不必客气 我龙虎山山寨大王不准 一定会为你们除强服弱 成奸除恶 为民除害 过来 哈爷 大人 办差呢 梁少爷 最近你的药房 有没有出现过什么陌生女子 还真没有 不过 我倒是在神针堂 见到过一个陌生女子 就是昨天 别老在这儿站着了 你赶快跟大人 好好交代当时的情况啊 不就是你当时昨天 不是 跟着那个陌生女子 还在街上绕了一圈 对对对 后来就在那个神针堂门口 给消失了 对 没错没错 大人你要不信的话 赶快到神针堂去看一看 肯定有收获 是我亲眼所见 一点没错 走 去神针堂 走 走 咱们也去喝喝喜酒 一生中需要 隐藏多少年 好 谢谢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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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来了 逢一回这么热闹 是啊 人世间奔恨远远 许多悲恨远 人家奔恨远 他们来了 没事 川珍师傅 恭喜你啊 你好福气啊 这漂亮的新娘子 就交给你了 谢谢 将领啊 进房歇着吧 是 快点 花开到那里头 回忆落叶落飘飘 温暖落 为你守候到永远 相领 你先休息一下 委师到外面招呼一下客人 好的 师傅 好 高尚 我不方便解决 你进去看看 小心点 别让他们发现了 放心吧 少爷 恭喜 善真师傅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啊 恭喜 不准来了 多谢多谢 你们吃好喝好 我那边还有客人 我先去招呼一下 我先走了 好 先忙 好 喂 兄弟 今天多喝几杯啊 不要玩了 没心情 不要这样啦 喂 不准 有官兵 走 走 官爷 在我师傅大婚之日前来 不知有何贵干呢 恭喜恭喜 听说你们神仁堂 窝藏山贼 请问可有此事 是 是 只为你一生的缺帽 一生中需要隐藏多少秘密 无数个辛苦和伤痛 无数个辛苦和伤痛 人世间很很远远 许多悲何苦 让所有的错过随风飘走 我 从今在一瞬间 从今涌着我的肩 一生都 爱无悔无怨 花开的那一刻 花开的那一刻 回忆如叶落飘飘 温暖我 为你守候到永远 一生的缺帽 需要多少承诺 一个传奇的故事 看见梦一念之间 花泪为花碎 远来远去花却随风飞去 天地间 沙那间 雪花飘过我的爱 情不情 缘落花 碎流碎 花开的那一刻 回忆如叶落飘飘 温暖我 为你守候到永远 就梦在为情埋 花开花落 花无悔 温暖我 只为一生的承诺 沙那 19癱灵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